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我说比较困难的 我就不讲后面的部分 我先告诉大家 它除了磁性记忆体的应用以外 它还来做什么 现在如果你还用桌机 你的桌机如果是有硬碟机的话 其实你每一天都已经在用 这个Spintronics所带来的成果 这个产品是在 它拿来做磁碟机的用途 应该是在2008年左右 到2009年 这个东西已经正式的成为 磁碟机的一种主流的设计 但是走了快十年之后 它才正式的用在记忆体上 虽然概念是很像的 但是它的这个 某些东西事实上还是不太一样 概念是这样 你的磁碟机你真的把它打开来的话 下面这个是一个磁碟片 每一个小的磁碟片 每一个磁碟片上面 有 我这边画两个颜色 绿色跟紫色 基本的概念就是磁化方向 这个绿色的北极上 往这个方向走 这个北极往这个方向走 所以它靠北极方向来决定0或1 这就是你的磁碟片上记录0跟1的办法 那我先不讲我怎么去记录 我怎么去改写这些 下学节课我们会仔细地去讲 那这个是另外的事情 我先讲说 我有那么多小磁碟 这每一个的大小只有几十个nanometer 所以你的硬碟机现在已经便宜到 我实在没有办法形容的便宜 像一个磁碟机 经常你可以买到四个TB 或者是八个TB 如果同学有去买过的话 你就会知道 现在大概都是一两千块的这种价钱 一两千块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一个TB可以装多少东西 我有稍稍估算过 现在的一个磁碟机 你买回家 下次等到你有机会 你可以做这个实验 那个小baby从打他屁股第一声 开始哭开始 你就把它记录下来 把他所有一辈子的声音 都把它记录下来 一辈子声音 那个hard drive是可以有剩下的 现在一个商用的hard drive 四个TB 或八个TB 可以把你一辈子的声音全部记录在上面 可能还没办法把影像 这个影像的话就要做影像 你知道现在影像有很多在做压缩的这种 很厉害的人在做这种事情 所以他可以用很小很小的空间 记录还算很高很高的东西 这个技术如果持续发展的话 然后磁碟机当然也持续在成长 可能有一天会有一种状况 就是有一个小baby刚出生 那一瞬间 你开始在身上就装一个camera 然后把它记录一辈子 就装在一个很小的drive里面 这个技术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 所以呢 每一个bit 几十个nanometer 那你就想 我怎么把这个bit 到底是0还是1读回来 这个就是一个困难的点 OK 好 那实际上的做法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本来把这样的一个tunneling device 拿来当做memory 实际上它可以是一个很棒的sensor 现在 我看一下有三镜头的举手 我看一下 三镜头 我不太相信全方没有人有 三镜头我看一下 做一个surveyor 我只是想要知道 到底这种技术 多快有人跟上 我说的是apple的三镜头 举高一点 一位而已吗 真的吗 我不太相信 因为我实验室没有多少学生 我印象中应该就有两台 所以statistically 一百多个学生少说应该有七八台以上 好啦 我要告诉你的是 你每一个iPhone只要有三镜头 甚至我认为 我如果没弄错的话 应该iPhone 8 就开始有这样的 design在里面 你其实等一下马上上去看 你就知道现在不只iPhone 其实很多公司都用了这个技术 很多的手机上面现在都有电子螺盘 对吧 你看一下你的手机 iPhone我知道 iPhone 8还是更高级 就已经有电子螺盘了 你可以上网去看一下电子螺盘的规格 所有的电子螺盘 只要是够精准的电子螺盘 全部用的都是TMR 现在我要告诉你的东西 所以你不要觉得这些东西好像离里很远 你每天都在用它 那你会说这个有什么不一样 比较旧款的 比方说我身上的手机 那就是用的是霍尔效应 他感受磁场 这个电子螺盘就是在看你的磁场感应 他用的都是whole sensor TMR的灵敏度 Taloni Magnetal Resistance的灵敏度 是一般whole sensor的100倍以上 有什么好处大家知道吗 如果你用iPhone的人 你应该会有一点感觉 他对这个位置的精准度 会比用whole sensor来说 好的非常多 这个下次你们可以拿两只手机比较一下 这是确实有差别的 因为他对Resolution有非常大的不一样 那他怎么做呢 他的做法跟我现在要讲的是非常类似 只不过说电子螺盘sense的是地磁的磁场 这个磁场非常小 所以他对灵敏度的要求要更好 在磁碟机里面 他sense的是这些小的 在磁碟片上的很小的磁位源 你可以把每一个小的磁位源当做是一个奈米等级的磁铁 这是你要做的事情 你要从一个很小的磁铁上去detect 它到底是北极向右还是北极向左 然后决定它是0或者是1 好那怎么做 实际上的做法就是 这每一个小磁铁 你回家可以看一看 那小磁铁它会有一个外漏磁场 它会有一个外漏磁场 那才能够吸东西嘛 所以呢 这个外漏磁场的向量方向 都是从北极出发到南极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画的是北极出来到南极 所以这个在这边呢 它这个外漏磁场的方向是向 像我的右手边 粉红色这个 它的外漏磁场方向是向我的左手边 好所以你想想看 我的sense在它的上面 这个应该是我的sense在 我现在画在它的下面 我的sense在它的下面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如果我把这个sense 我把这个sense 放在这个紫色的下面的话 上面这一层 这个磁化方向 就会被这个外漏磁场影响 所以它就会向这个方向走 ok 好 等到这个sense 移动到下一个bit 它感受到这个时候它的场方向是相反 所以这个磁化方向它会逆过来 听得懂吗 所以 你当然会问说它为什么没有被影响 这是材料选择的问题 我刚刚讲 翻转场不一样 我不同的材料 举个例子 铁的翻转场比较小 骨的翻转场比较大 所以我可以上面放铁下面放骨 所以它翻转场大 所以它受到上面的影响小 它的翻转场小 所以它可以copy 磁位元上的磁场方向 ok 所以你现在就可以看得到 我的概念很简单 我怎么样让它做一个非常棒的磁sense 这个sensor呢 我这边是像这个右 它长的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们两个是反平行排列 所以呢 我的output看到的是高电阻 高的voltage 当我把这个sensor移到下一个位置的时候 这时候我看到的是平行排列 因为它是往我的右边 所以这个会翻过去 那这个时候它就长得像那样 所以它就变成是一个平行排列 所以你看到的是一个低电阻 低的output voltage 所以概念就是说 我把这个sensor 飞在这个磁碟片上 我就会持续的去看到 低电阻高电阻 低电阻高电阻的不一样 它非常灵敏 它非常灵敏 这个比霍尔效应 我讲超过一百倍的灵敏 所以它对于地磁这么小的磁场 它的敏感度非常的好 那这样的概念 其实在磁碟机上 十年前就被拿来使用了 十年前就拿来使用 原因很简单 它改写它的source 是来自于磁碟片上的磁场 你要改写它 你用磁场 那磁碟片就有磁场 磁碟片就是小的位元就有磁场 所以它很容易就可以达到 这个正负正负的不一样 但是这件事情 要拿来做记忆体就难了 因为记忆体没有 这个外加磁场的source 所以你要去改写它 变得是记忆体里面最大的挑战 这是为什么 它拿来做magnetic sensor 尤其在磁头上 尤其在各位的电子螺盘上 十年前就已经出来了 但是到现在为止 在mRAM上好不容易 它找到其他的办法 来做改写 它不是靠磁场 我刚刚一直在讲 你要靠电流产生磁场 这件事情是困难的 它很容易产生磁场 但是要产生足够大的磁场 是困难的 你要很大的电流 OK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可以来做一个很好的sensor 这个东西在很多事情上拿来使用 这个fuel sensor我就不讲 这事实上你有兴趣你可以去查一查 它就是你的电子螺盘的一个概念 它稍稍再复杂一点 但是跟我刚刚讲的其实是很接近的 最近很多人尤其在做这些什么病毒检测 你就会发现为什么COVID-19 每一次检测要搞掉一天以上 因为大部分的病毒检测 现在用的都还是用染色的办法 就是把这些细胞染色 然后用特殊的显微镜去看 所以它是一个光学的办法 这里面最困难的地点就是说 你的这些病毒啊 这些不管是癌细胞也好 不管是这些特殊病毒也好 你要培养它让它数量够 你的数量不足的时候 光学染色你是看不到的 那有没有什么技术 是可以在病毒量很少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最早期的癌细胞的时候 我就可以侦测 其实癌症可怕的地方在于 有很多人侦测到的时候 它已经是末期了 因为在现有的技术上面 我的数量要达到一定的多寡的时候 我才能够做侦测 我才能够做有效的侦测 可是事实上这些癌细胞在血液已经存在很久了 只是因为它的量很少 所以你看不到 所以过去十几二十年很多人都在做 你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很灵敏的侦测手法 然后可以在很早期的时候 就把这些癌细胞也好 病毒也好 能够做精准的判读 而且要用一个很便宜的方式 这个是一个在目前医疗器材里面非常大的一个市场 这里面其实有不少材料科学家的贡献 所以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想一想这个 这个不一定是做生医 这里面有很多是各式各样不同的sensor 这边就是一个例子 我刚刚讲了 我们用的所谓的TMR的sensor 它可以来感测非常小的磁场 包括地磁 地磁其实只有几十分之一个earstate 非常非常小 可是你的电子螺盘都可以到这么的灵敏 所以很早就有人提出来说 我怎么样用这个方法来做非常好的生物检测 概念是这样 我需要有一个很棒的magnetic nanoparticles 大家可能都不相信 你的身体里面有非常多的磁性particle 这个磁性particle是FE304 人体里面就有的 人体里面就有的 所以现在我们在做很多的显影剂 像你如果不幸需要去做这个MRI的话 MRI有一款显影剂 用的就是所谓的FE304 the nanoparticles 因为它打到人体是对人体没有太多的危害 人体里面也有少量的这样的磁性奈米粒 我有一个磁性粒子在这里 我表面可以去做修饰 这些修饰它需要接很多的所谓的antibodies 那这些修饰本身它可以去抓特定的病毒 或者特定的癌细胞 这些antibodies它有很多的专一性 也就是说它不会去抓奇奇怪怪的东西 它只会去抓它想要的东西 所以动作就是这样 抽血抽出来以后 放在这个培养棉里面 然后我把这些有做表面修饰的nanoparticles 就把它丢到这个血液里 让这一些antibodies 去抓你要的targeting的monicule 那抓到以后 你怎么检测 这件事情是困难的 做表面修饰 然后去抓特定的细胞 这个是很早就开发出来 那么现在的办法很多就是染色 把你抓到的东西用特定的染料 或特定的什么东西去染 所以呢 到最后你在光学显微镜下去看 你会发现癌细胞也好 或特定你感兴趣的细胞 那个因为染色 那个东西会喜欢把它包覆 所以呢 你在荧光下面或者特定的显微镜下 你就会发现某些地方发亮 那些发亮的地方就是有问题的细胞 正常细胞染色的东西它不会上去 这是一种办法来判断有没有问题 但我刚刚讲了 这个需要量要够多 你的量不够多 那个contrast 看不出来 好 所以它这边的想法就是这样 我也没有办法靠磁性 particle 我抓到它以后 我如果能够检测 比方说 一颗natal particle 我就可以检测的话 那这就棒得不得了 因为我就可以做非常早期的侦测 这事情其实不是很困难 从做磁性伸舌的角度来说 我如果可以把这些natal particle 聚集在某些地方的话 那么我就是靠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 磁化量影响到磁藕距 我可以先把这些所有的natal particle 磁化在某一个特定方向 然后靠那个特定方向影响下面的TMR sensor 的磁矩方向 那我就可以去判读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magnetic particles 这听起来很简单 但实际上它有几个困难的地方 第一个是 你怎么样把有抓到 这些targeting molecule的natal particle 跟没有抓到的 你要能够把它分开来 因为它的讯号源是来自于 magnetic nanoparticle 它的讯号源不是来自于你的monicule 在这个技术里 如果你是染色的话 讯号源是来自于你的monicule 跟染色之间的交互作用 但是我们这个技术里面 它的讯号源来自于这里 所以你要让有抓到跟没有抓到 要把它区隔开来 这里面就有很多维基电的技术在里面 围流体的技术 比方靠着重量 这个particle 它有抓到重量就稍微不一样 那它通过一个围流体以后 能够先把它分开来 分成一个是有抓到的nanoparticle 一个是没有抓到的nanoparticle 然后再让有抓到的nanoparticle 通过sensor 通过sensor以后 它可以判读这上面有多少颗 因为它够灵敏 这是一种非常advanced的技术在做 这个技术一直在开发 也一直有很多startup公司在做 包括stanford 我自己的指导教授 也有一家 目前看来 还算是相当成功的一个startup 大家可以上网去找一找 这个有非常多 我觉得很有趣的information 这个是一个 从我来看 有非常非常大的市场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当初很多的这种startup公司 它的想法是这样的 它希望做到跟驗运棒一样的市场 目前大家都是觉得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先去小七买个东西回去测一下 有没有 然后再到医院去 也许有一天 癌症的初期筛检 就是这样 因为所有这些东西 它都可以integrate 在这些IC的 目前的IC design上面 所以以后就会像 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做过这个事 我曾经 有一段时间做过 每天早上起来扎一支针 大家知道要干什么吗 血糖 血糖 我不是因为我自己有问题 是因为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 她有这个韧成糖尿 可是因为那个扎针 事实上看起来很恐怖 所以她不是很敢扎 所以每天早上起来 我做的事情 是我先做一个demo 所以每天早上 我先自己扎一针 扎了快两个月 每天都扎一针 所以我一直在想 到底有哪一天 这个技术可以发展到 可以不用扎针 不过到目前为止 听说扎针还是最灵敏最可靠的技术 Anyhow 以后的筛选会像是这样 你可以在网路上 Stanford这个团队有一个很漂亮的demo 直接在手机上看得出来 一样滴一滴血在一个chip上面 然后那个chip是无线网路把讯号输出来 所以你可以在手机上看到 马上test的结果 它的动作就是 扎一根针其实就是 要一点点非常少的这个 这个血 然后滴在一个chip上面 然后这个chip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 它有很漂亮的围流体的设计 然后去把这些抓得到 targeted molecule 的magnetic nanoparticles 然后把它弄到这个 神舌的区块 所以你可以判读 你有没有这个可能 有没有这个潜在的危险 一旦有 这个人才需要去医院 这个我认为不用再太多年 这样的技术是可能被普及 而且是一个affordable的价钱 现在很多检测 为什么那么昂贵 原因是因为 它用的是很特殊的显微镜 所以它非常慢 非常贵 但是现在有很多很多的 这些新兴技术 在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 重要的应用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个GMR的部分 我就不讲了 他跟课里面比较没有关系 但是 我们讲的这个TMR 事实上是比GMR 更灵敏十倍的东西 所以GMR拿来做一些其他的事 那TMR某种程度上 像电子螺盘 现在已经都是用到这样的技术 好 那个 时间的关系 实际上 Spintronics的部分 我大概就介绍到这里 不过还是稍稍打一下广告 如果你真的对这个事情有兴趣 下学期我记得是礼拜一早上 礼拜一早上 这个磁记录原理应用 你可以真正再来听一听 到底 你怎么样把自旋 真正用到这个事情上 好 那 我下礼拜二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 前面 这个Chapter 前面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 跟材料分析有关的事情 那有一些东西 比方像OJ也好 像 这个SPS 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在 上到它的时候 其实我们陆陆续续都讲了一点 下礼拜二时间上许可的话 我会尽量的希望把那些东西再稍稍review一下 然后让大家更加的了解 各位在这些所谓的量子物理学到的东西 怎么样实际上用到材料的分析上 所以这个会是下礼拜二 我真正会花时间的 请注意期末考这个部分一定会出现的 你不要说这个课本没有 你就算了 一定会在你的期末考上出现 所以假设你miss掉了 在摩克斯上面 或者是在我们的OCW上 你务必要去看一看 有没有什么问题的